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刚刚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特别邀请到前奥运羽球国手蔡惠敏 蔡教练 阿关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邀请到资认体育记者陈凯 阿关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赖先生 献哥 阿关好 大家好 理财专家 郭立芳 菊姐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认媒体员 年长玉 阿关好 大家好 赶快带你来关心最新的疫情数字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数字持续的在攀高 所以WHO说不只是大流星 而且是加速大流星 我们看到全球的确诊数来到了424863 死亡数已经累积来到18939 台湾在今天又新增了 现在来到了235例 好 我们来看到在欧洲的疫情的部分 意大利仍然严峻 69176 6820死亡数字 包括德国 法国 瑞士 英国 仍然很严峻 好 西班牙也有4258例 好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第一波是中国 第二波是欧洲 那第三波很多人担心很可能是美国 美国疫情大爆发现 累计数字来到了54,935例 已经7 844了 特别是纽约州 连州长都出来炮轰了 好 我们来看到在台湾的部分 在今天下午防疫中心公布的最新数字是我们又再增了19例 全部都是境外移入 都在国外工作 旧学 旅游 返国 所以现在反台潮是对防疫中心严苛的考验 不过赶快来看您看到的是 在今天观光业的纾困方案出容了 纾困2.0准备要补贴14万观光业的员工 每个月1万块连续补贴3个月 当然不仅只是补贴薪水了 还包括水电 如果你的营收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 那么水电会折扣 以及公股行库有新的纾困方案 包括贷款 利息等等 够吗 目前来看的话 疫情是越来越严峻 但是经济的疫情 比我们看到的疫情还更严峻 我们台湾现在已经预估出来 观光业 观视观光业损失3000亿 航空业损失1000亿 所以这个2.0 我们现在政府拿出来的 在观光业来讲是100亿 就旅行社给你差不多10万 然后三个月来讲最多20万 那员工一个月不能超过1万 那三个月就是3万块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这样的叫做杯水车薪 这一次的输扣2.0包括哪些呢 重点是央行加满了2000亿 给中小企业融通 另外刚刚有谈到 业绩衰退的补助每位员工 薪资两成上限是1万块 总共补助3个月 好 减半休息的有些津贴 另外水电有些折扣 还包括一般个人缴税可以延 同时利息现在不只是央行降了一码 现在收困方案又在降一码 我们等会再来仔细算算 到底我这个时候该不该转贷呢 好 在弱势老人儿童生长者的部分 每个月每个人现金发1500块 总共加发3个月 以及有1000亿的防疫保方案 这是相关的一些融资 所以刚刚先跟您说 可能金额不够 但是这应该算是蛮大的纾困案了 没有 我看那些 其实什么2000亿中小企业融通 那些是你公司正常才能融通 那些对一般来讲熬熬待补的 我现在只要一碗滷肉换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说 美女要请我吃大餐 我可能我命 我都挖到那时候我担不负了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救命钱 就是救急如救火 大部分都是在融资 或者是利息的补贴 对 还有那个什么减税 你没有营收哪有什么税可以减 那些根本就是画大饼而已 不要那么多 我跟你讲就直接撒钱就对了 因为目前来讲 包括美国两位的经济学家 就诺贝尔的经济学家 包括克鲁曼他说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到插馆了 直接撒钱最有效 你说像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美国的一个联准会 不是说无限QE吗 他说还不够 你现在光是印钱没有办法去支撑 目前已经确定衰退的景气 因为印钱要人家去照 所以我现在没心理我给他照钱 对吧 你照钱不用理性 对吧 不用害你 是啊 另外他说 一定要有什么配套 财政措施 才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把它挽回来 他说他举香港的例子 香港最近18岁以上 放花4万块台币 他说这最有效 用现金来支撑经济 用财政政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因为两兆的纾困方案 直升机撒钱可能会过关 所以昨天Dol Jones大涨了超过 2000点创下 史上最大的涨幅跟涨点 所以我们回来看 全世界的纾困案 别人怎么纾困 我们怎么纾困 好 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到 欧洲纾困占他GDP10% 丹麦纾困占他GDP15% 然后整个英国也是纾困 员工八成新 然后我们看 德国是27兆的台币 美国是60兆的台币 而且我们看南韓 连南韓都用2.4兆台币 在救经济 不要讲新加坡 他上次已经都花了 1200亿的台币 已经先撒下去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欧盟 以及丹麦的10%到15% 阿关你知道去年 我们台湾的GDP的成长 2.37%以外 我们的GDP总和多少 应该是大约20兆附近吧 对 阿关你真的很有限时 是19.5兆 如果按照我们欧洲 欧盟 他们现在10% 15%来讲 那政府现在应该拿出多少 1.95兆到2.7兆左右 以目前政府所有的纾困措施来讲 几乎相差10倍 而且大部分都是融资 降息 并没有真的从口袋拿钱出来给老百姓 是嘛 政府现在还在计算什么 还在计算那个你多少我多少 还在那边拉锯 其实那个缓不济及了 确实是现在已经失衡遍夜 我看到在今天媒体下午最新的讯息是 今月饭店决定6月要关门大截了 对 今月是明天要暂停交易 大家已经认为说是因为桃园今月 他本来就已经到跟外面已经宣示了 4月1号他的科房部要停止营业 那其他的餐厅在6月底全部把它收掉 这一家饭店40年了 阿冠 另外 40年的老饭店 对 没办法称不下去了 京华故宫 他也是决定开始要暂停营业4月1号 京华故宫 这是我们在整个很多外国人参观故宫之后 会去那边吃个晚餐的地方 很多旅行社都安排那边的 我记得他的餐点很有特色 有肉行食 没有错 它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饗宴 对外国人来讲 来参观故宫之后 然后去吃跟故宫有关系的炊玉白菜餐 炊玉白菜变的餐点 对 那个肉行的一个肉行食的餐等等 它做得非常的精致 而且里面是古色古香 冻不掉 所以现在已经决定要4月1号停业了 现在连旅行社最严重的 包括爱飞网 包括GoGoGo旅行网 都已经停业了 你知道再来的话 航空公司光是2月份公布出来的业绩 华航是它10年来的新低 长荣是它8年来的新低 富航因为它是连航 而且它最近才那个 它是历史新低 现在全世界 富航是历史新低 现在全世界估计 已经有5000台飞机停飞 所以这是在上个月的估计 到现在不止 那5000台的飞机停在哪里 停在跑道上 所以现在飞机场的跑道 变成飞机的停车场 你看多严重 我们回来看这一波的纾困方案 跟大部分老百姓息息有关的是 降息 公股航困纾困加码 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四 央行才刚降了一码 好 央行降了一码之后 现在纾困再降一码 换就要总共降两码 自用住宅你假设是千万以下的房贷 连同上一次央行降的一码 总共降息两码 但观众朋友 每个都在这里 千万 第二个 公股航库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享受这一次 降息的利息减免呢 第一个它只有在1000万的额度 所以如果你借5000万 那也只有1000万的价格 第二个你必须是在公股航库借钱 才能够截灭 所以很多人在问 这个时候我该转贷吗 我们来算给大家看好了 其实公股航库就是八间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台银 土银 华银 易银这些 大家比较知道的 或合作金库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看一下 这一次疫情真的是很严重 因为我想帮观众朋友 先调一下过去10年来 我们的房贷利率 现在是在多少 大概1.611左右 史上新低 现在已经10年来最低了 之前还曾经有到1.99 都没有破2% 那这个1.611是把央行盛周 还没有算进去 因为央行又降了0.25 换句话也就是说 1.611再减0.25 大概就在1.3到1.4 1.3到1.4 史上新低的贷款利率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就是说新低的利率 我们到底可以省多少 我们分两部分来谈 第一部分是在上周四 央行降一码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银行借钱 通通可以减免 而且也没有金额的上限 你就算借1亿也会降到 好 那我们刚刚也谈到 现在如果降了一码之后的利率水准 大概是1.361 那1.361会让我们所有的房贷族 少缴多少钱呢 好 我们就用小杨 假设他现在就是1千万的房贷来看 他现在20年本息摊还每个月 是要管款48,767块 一旦降下个月开始降了一码之后 他的月付金马上就少了1,149块 每1千万就少1,149 因为他是本利摊还的 是 本利摊还 好 所以如果在本利摊还的部分 每个月就少付1,149 就每1千万 那你如果是1就乘以10 如果是3千万就乘以3 好 那如果在光光利息的部分 他到底省多少 OK 现在因为很多人都会用宽限期 就是我只缴只还利息 不还本金 我就算一个前面三年 都只有还利息的情况来看一下 一样这样的概念 他前三年每个月 光利息就可以少缴2,083块 那就真的省很大 对 平均大概就是 每100万大概就是省个200块左右 好 所以1千万可以省2083 是 那当然这越多省越多 那我们也来谈第二个部分 今天纾困方案又在降息了 纾困方案降息的部分 是针对如果你是在光光航库界 而且在1千万以下的 又再降1码 那累积央行加起来就降了2码 所以很多在非关股行库借款的房贷族 就在想我要不要转贷呢 对 可是我先提醒一下 这个八大的关股行库 这个利息再降1码 这个优惠期间只有6个月 所以不要以为它是一路这样降下去 因为银行也会倒闭的 所以你有6个月可以享受 6个月 没错 降两码的优惠 所以我们就一样的小羊的例子 再来算一下 如果你是在公股行库带的 再降就剩下利率1.11% 那这样子来看 每个月又可以再省 比起最现在原来的 每个月一样20年本利贪团 没有宽限期 每个月少缴2280块 但是只有乘以6个月 对 6个月 乘以6大概就是 是1万3千多 1万3千多 那一样如果你是本息贪团的话 这样前面的这个 前三年 对 前三年 每个月可以少缴4167块 那6个月一样 你就省个2万4千多块 好 省2万4千多块 值不值得我们去转贷呢 我们当然就要来看看 转贷的费用到底有多少 一般的话转贷很多都说 那你银行我要去公股行库 我可以再多赚这一码 就是扫缴这一码 来 我们来算一下 一般的话 银行如果你要转贷 会有4笔费用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违约金 你本来跟我贷 你现在要跑到别家 我要收你一个违约金 通常是怎么收法 就是我房贷的本金 大概乘以0.5到1%左右 那还有个政府规费 这个是少不了的 这是千分之1.2左右 另外一个突销设定费 这是贷书收的 大概2千5百块 还有一般的手续费 代办手续费大概是3千块 我们来算一下 我都用最低成本来算 哈啪啪啪加起来 算我光小花一样 是1千万的本金 我这4个费用加起来 合计的成本转贷 都还没有讲到 你要省多少利息 你就要先付出 赔这个银行6万7千5百块 但是违约金不是每个人都要付 如果你跟这个银行往来 也就是这个贷款 已经缴了好多年了 可能已经超过那个期限 违约金就不用付了 那如果不用付这5万违约金的话 那大概是1万7千5百块 1万7千5百块 那我们这个书混的2.0 为期这是6个月 大概可以省半年左右 我们用刚刚的例子 是1个月省2千2百80块 乘以6个月大概多少 1万3千6百80块左右 所以你就要去算一下 你这个费用 你省下来的利息 跟你这个违约相关付出的成本 如果大于1万多 那你就真的不合了 因为这个优惠只有6个月而已 好 换句话说 不管我们算违约金都不合了 那算了违约金又不合了 是要不要转贷呢 李芳姐的记忆是不用转贷 对 而且你要赶快回去 跟你的银行谈 这个其实你多争取 有炒就有糖吃 就有机会 好 争取降息 赶快降息